我在23年5月23号那期视频里 讲了不少我这三年来 在收音这块的惨痛经历 也给朋友们分享了一些 不成熟的经验技巧 从私信和微信的反馈来看 确实帮到了一些 从照片摄影转到摄影vlog的朋友们 我真的很开心能帮到大家 我觉得照片摄影 是一种非常经典的艺术门位 但在新的时代下 需要通过综合手段 去拓宽和丰富 来展现你想要表达的内容和思想 我想这样可能会更加有效 但总的来说 对于我们这样平面转视频的朋友 在收音这个环节 多少会踩坑 避坑得从两个方向入手 技巧和硬件 上次我主要给各位分享了一些经验技巧 那么这次咱们来讲设备 这是索尼最新发布的 数字音频麦克风ECM-M1 我在刚拿到它的时候 确实被它的小巧体积 以及新增加的几个 非常切忠要害的功能所打动 在测试了一段时间后 M1可以成为像我这样的 户外摄影师的最强麦克风吗 它还有哪儿让我不爽吗 我们一起来寻找答案 点赞 投币 收藏 转发 安排起来 扣个1 来乱个场 跟前两代数字麦克风 B1M和B10比 最新的M1依然延续了 通过热靴直接给麦克风供电 并传输数字音频信号的优点 除了变得更加小巧之外 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两个重大升级 1 将收音模式扩展成了8种 让我们可以根据现场的收音条件 和录制场景来选择合适的收音模式 以获得更理想的收音效果 2 将声道扩展成了4声道 让我们可以多出两个声道 作为安全音位来保底 可以说这款麦克风 体积虽然变小了 但功能却变得丰富了许多 我之前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麦克风 我们通过旋转麦克风背面的转盘 就可以选择8种收音模式的其中一种 其实我们看转盘上的图标 基本就能比较清晰的知道 每种模式的收音特点 超新型 新型 全指向型 这三个模式是传统收音模式 BEM和B10上都有 分别是收录相机前方的声音 收录相机前方范围更广的声音 和收录相机各个方向的声音 这三个模式我之前已经给大家介绍过 这里不重复 那么第四个开始 是之前麦克风没有出现过的收音模式 后方超新型 这个模式和前方超新型正好相反 主要收录麦克风后方的声音 特别适合拍带讲解的第一视角画面 一直喝技术培训学校 第五个是前面和后面的声音一起收录 以及尽可能的降低左右侧的声音 好久不近了 今天把我叫过来干嘛这么急 我告诉你 今天必有火烧鱼 是个大火烧鱼 是吧 你不是一直说我没有带你去开好场景吗 今天我带你去见识见识 你以后这种事情稍微早点说好不好 我要在家里带孩子 你要带孩子 谢谢 第六个是用左声道独立收录前方的声音 和同时用右声道独立收录后方的声音 那么之前我说过 而当我需要和备拍对象交流 或者是边拍边讲解的时候 我就会调到全指向性模式 让相机后的我的声音也更加清晰 那么现在我在拍这样的场景的时候 我就会用这两个模式来取代全指向性模式 那么第七个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收音模式 立体声 如果你手头正好有耳机 建议你戴上来感受一下 什么叫立体声 就是你的左右耳朵会根据我说话的场景不同 然后产生一个大小的一个变化 比如现在呢 你两个耳朵应该是一样线的 现在呢 我在你的左耳 我又跑到你的右耳来了 能感受出立体声的变化吗 我太刺激了 不知道你感受到了声音的方向了吗 我近一年时间挂机的麦克风一直是比较利的 这是我用过的最好用并且不容易出错的麦克风 我也一直在给身边的朋友推荐这支麦 特别是索尼相机用户 但一直以来也有遗憾就是没有立体声 现如今也是得偿所约 我想之后我拍这种的装腔做事 孤独行走的画面时 我大概率会用这种立体声收音模式的 那么第八个也是最后一个模式是超强指向性 这个模式会通过索尼独有的自适应波束成型技术 将麦克风前方30度范围内的声音 识别并捕获为目标声音 同时抑制目标声音外的其他不必要的声音 可以简单理解为 比如说我在人多嘈杂的环节下 手持自拍Aero的时候 使用这个超强指向性模式 理论上就会压低周围嘈杂的人声 让我的声音显得更加清晰 那我现在用的是超强指向性 这样的一个收音模式 我实际上在这样的一个饭店里 我可以看到右边是有一座人 前面也有一座人 所以周边的声音是比较大的 反正都在那边讲话 这就是全部八种收音模式 我感觉这款麦克风 把一个Vlogger拍视频会涉及到的收音场景 事无巨细地给出了相应的收音方案 有些方案之间差别还很微妙 好是好 但也会让像我这样 有那么一些选择困难症的朋友 有点尴尬 拿上期视频里的实战举个例 这个灯塔很棒 是啊 你们听到这里的咔咔声了吗 那是我在拼命犹豫 该选择哪个收音模式 最后才落在了前后指向上 功能强大意味着更多的选择 所以我就需要提前做好功课 再出战时 放得有人有余 你是在待几天啊你们 我们就待两天 两天 后天火烧云啊 那么这段时间体验下来 我是这么选择收音模式的 常规拍Biro 我用超新型 第一视角介绍 我用后方超新型 第一视角互动 我用前后Biro空镜 展现自然空间 我有力提升 我的这些选择 供朋友们参考 那么最后我来讲一下 这款麦的安全音轨功能 你可以在相机菜单的第二行 选择录音 选择MI热靴音频设置 选择48Hz 24bit 4声道模式 开启第三和第四声道的录制 这样录制出来的视频素材 除了可以得到传统的 一二声道的主音轨外 你还可以在你的剪辑软件中 看到三和四声道的安全音轨 三声道是麦克风 自动用全指向性模式 帮你录制的音轨备份 四声道是麦克风 以-20dB用全指向性模式录制的 防爆音的安全音轨 虽然我使用数字麦克风以来 几乎没有出现过爆音的情况 但这样的备份录制 无疑是让我多了一份安全感 特别是艰苦的户外 同时操作多台设备 手忙脚乱的时候 那么最后再来回答 我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 M1可以成为像我这样的 户外摄影师的最强麦克风吗 到目前为止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体积更小 容易收纳的同时 可以应对多种场景 还有安全音轨的加持 确实很给力 当然如果你对模式要求没那么高 M1-0也依然是个不错的选择 当然我目前也只体验了几周时间 麦克风好不好用 是需要长期实战才能体会 如果后面有翻车的情况 我会给各位汇报 谢谢你的三连 我们下次见